每年八月 蘇格蘭的愛丁堡特別熱鬧 來自全球將近五十個國家 三千個表演團隊 帶來大約四萬場表演 愛丁堡一歲節 曾經奪下全世界最大的藝術節的封號 他影響了世界各地 包括臺灣紛紛舉辦這種 不用審查或者是評選的一歲節 讓所有人都可以欣賞到 充滿草根精神的藝術表演 表演前工作人員發送 表達yes或no的紙張 讓參與觀眾思考 蘇格蘭獨立的議題 這是今年蘇格蘭愛丁堡一歲節 三千個表演節目中的焦點 從1947年開始 來自全球的頂尖藝術家和表演團體 每年八月集結在愛丁堡演出 為期三週有超過百萬人次的觀眾參與 是國際表演藝術的重要盛世 援助報告欄上貼滿了表演海報 秀場工作人員熱心介紹 敬業地穿梭在大街小巷發節目傳單 熱鬧的愛丁堡街頭 隨處可以看到有街頭藝人表演 雜耍特技吸引了大批民眾圍觀 各種文化展演節目令人目不暇己 除了盛大的規模外 草根還有邊緣的精神 是愛丁堡一歲節的特色 《愛丁堡》是世界中文化最大的表演 每年八月 愛丁堡整個城市都是亮麗的表演舞臺 每年八月 愛丁堡整個城市都是亮麗的表演舞臺 不妙最悔的表演 還有一位 請多指示